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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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里的咸阳 没错 我就是来这吃大名鼎鼎的惠通面 就在我的身后 说到惠通面 不但在咸阳本地非常有名 西安有很多小伙伴 也要开车到这里 尝一尝这口美味 但是有很多人没有吃过 第一次来 来到这有点懵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我的身后 足足有四五十家 全部都是惠通面 听名字 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面馆 其实它是一个夜市 这就是为什么阿星要等到晚上才来吃 天黑一点 吃面叠得香 当我走到这 看到这么多家摊位全卖一种面 有点违背经济学理论 这个竞争是不是非常大 但是我看到家家生意都挺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这要从它的起源开始讲 这里有一个彩虹集团 每到工人下夜班的时候 都得需要地方吃饭 所以说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夜市 陕西人爱蝶面 说来也奇怪 大家都很喜欢惠通面这个口味 导致这四五十家都卖的是一种面 为什么叫惠通两个字呢 在这里有一个商场叫做惠通商场 所以这个面就被称作惠通面 说了这么多 今天挺冷的 赶紧尝一尝这个面 走 如果你是一个选择困难症 来到这儿你真的有点困难 每一家卖的全是惠通面 但是这些细微的差别 只有你吃过半数以上 是惠通面的骨灰级玩家 才能够尝得出来 对于阿星来讲 咱就随便选择一家就行了 看这家还不错 走吧 来 给我来一碗 大碗的 大 你看盆可够大 你这个面是不是现在都是统一配送的 这一点都一样 还是你手工做的不 不是吗 很熟 很熟 每家的面有区别吗 还是都是一样的 不是啥区别 基本面是一样的 所有的区别就在你这个调料 对 你的蒜还是剥好的 你看 这蒜全部都是剥好的 而且是心酸 里边多来几个 把手机夹磨出来 来来来 没事 你先放来 我一会要一个 我一会要一个 你先放来 我一会去要一个 没事 有 帮忙 小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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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太冷了今天 直接就拌好了 好 谢谢 好 这碗大碗的会通面就好了 还配了一个面汤 这碗特别冷 我先喝点面汤 量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会通面有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这样的铁碗 在陕西 像这种铁碗成面 还真的非常非常少 一般都是大老碗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你看 它这个面全部都是已经拌好了 刚才老板拿那么大一个 我不知道是条还是勺 在那拌 你上来以后就不需要自己拌了 这个面看上去非常筋道 而且切得很均匀 这一碗是9块钱 我要的是大碗 有肉有菜 还有素臊子 辣椒是多佳了 所以看着非常红 尝一口 不错 真的是重口味 这个面的口感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它和其他的面还真有点区别 吃起来甚至有点像凉皮 擀面皮那种口感 特别的筋 很有韧性 毫不夸张 有点像皮筋 主要是酸味 香味 还有辣味 有酸辣香 很符合我们陕西人的口味 这个灰通面的味道主要突出酸味 你从这些摊子过去 都能闻见很浓很浓的一股醋味 吃上两口 咱赶紧做点蒜 吃面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一吃蒜 这个面立马变得很香很香 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 吃完一碗面 山珍海味啥都不想了 聊咋了 聊咋了 吃这么一碗面 难免显得单调 咱要来个汇通面套餐 配一个夹馍 你看我看这边就有一个李老大 肉夹馍 咱买一个 给我来一个 酸辣椒馍 好 酸辣椒馍 多来点酸辣 酸辣椒馍 我来点酸辣椒馅 来点酸辣椒馅 超喜欢丧椒馅 那点酸辣椒馅 来点酸辣椒馅 来点酸辣椒馅 好了 同心摸 多钱多钱应该的 就没事 拿着 拿着 一个磨吧 拿着 来这吃就这么方便 想吃啥顺手就有 不光是这些汇通面 你下去这一排排还有各色各色的夜市小吃 肉夹馍里头加了很多溜辣子 这也是咸阳肉夹馍的一个特色 尝尝 馍是刚打出来的 很酥 里边的青椒味特别浓 肉夹馍里加青椒 就不会吃起来很腻 它这个面其实口味是属于 陕西干拌臊子面的其中一个分支 但是它和西安的干拌面还是不一样的 口味就是家常口味 这一套吃起来虽然很美味 但是能把人噎死 赶紧喝点汤 原汤化原食 好喝 还不要钱 好吃 大姐 等于说你们这个扫子全部是在家做好的 都在家做好的 都是现成的 所以这个面特别快 一煮就行了 对 让汤面快 没有汤面全是干拌的 有 也有汤的 用完汤面 改天对汤面有味的 咱这人都口味中 嗯 这以前全部是汤面 久过多年纪那个 有人就汤面煮过 以前这个惠通面还是都是汤面 这惠通面从啥时候有的 十几年 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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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年 嗯 这面都是那点老远的老虎 卖的最早 就在创四人 从小伙子卖成老汉 嗯 刚结婚就卖面 一直卖到现在 一直没挪过地都在这 那肯定足够这种味 足够亏通这种味 最多有四五十家没有 现在有点结合的菜菜 上面套入一共有二百多价 二百多价 哦 就各种干的饮食是吧 还有各种效吃 说到这个汤面把这个行 全部拿到达过来 咱善西人就是一碗面 对 对 陈总是设了个华为力秦产 嗯 嗯 嗯 陈广明媚嘛 三千万儿女和夫妻秦产 对对对 奇怪人家兮兮兮兮嘛 我没有算法赌头掌头 杀得好杀得好 杀得好杀得好 好 这碗汇通面我就吃完了 整个夜市都充满着西柳面条的声音 并且弥漫着很浓的酸辣香的味道 老陕吃面一大绝技 西柳面条还不会粘到衣服上 足可见得吃面的功力 很多人觉得西柳面条出声音不哑观 但是这就是对美食的尊重 汇通面的味道 它就是家常的干拌扫子面的味道 有营养 有健康 有饱腹感 但是不是很精致 味道也不是很惊艳 便宜 实惠 量大 周围很多人过来吃 解决了大家吃饭的问题 不光是吃味道 在这个夜市上 你还能感觉到人间夜市的烟火气 如果大家想领略一下汇通面的魅力 这里还是值得来的 好 那就这样